土壤力學試驗 夯實試驗 本實驗需準備 金屬夯錘一支 夯實模具一組 含底板 夯實模及延伸環各一個 電子秤一個 塵土用金屬盤一個 調土用金屬盆一個 藥刀一支 池一支 油標尺一支 量杯一個 小碟子數個 氣乾土壤2公斤 實驗步驟 設定本次實驗所要操作的目標含水量 以能夠涵蓋最佳含水量為家 秤量夯實模底板的重量 以及夯實模的內徑和高度 將土壤分成三等份 約650至700克 分次計算目標含水量所需之水量 並加入土壤拌勻 將半合好的土壤倒入夯實模中 並使土層頂部略為鋪平 將夯實模移到地上 將夯錘垂面輕觸土層頂部 將夯錘拉到最頂再放下 為一次夯集 共夯集25次 分三層夯實 每層土壤夯集25次 環狀夯集土壤 盡量使土壤夯實均勻 該層夯實完成後 以藥刀青瓜土層表面 使表面粗糙 以粒與下一層結合 若填土時發現土壤高度 會超過夯實模的高度 即可奸上延伸環 重複前述步驟 完成其餘兩層的夯實 完成夯實後 小心地去除延伸環 此時層體高度 會略高於夯實模約5mm至10mm 以藥刀刮除高於夯實模的土壤 去除底板 將土壤層體連同夯實模進行秤重 將土壤自夯實模中頂出 將土壤自夯實模中頂出 進行含水量分析 含水量分析完成後 即可求出三層土壤的含水量 將其平均集為此屍體的含水量 接著以含水量計算出乾密度 完成不同目標含水量之夯實實驗 計算出五組含水量和乾密度數據 繪製出此土壤之夯實曲線 曲線最高點極為最大乾密度 其對應到的含水量極為最佳含水量 有限控制施独施固 我們看到山本 现在rede水ned